好 關心今天雙方的先發五人 台灣銀行有飛號三號李維哲 另外隊長張博勝 陳盛響半生 以及賈西亞 台北達星則是蘇毅潔 羅玉群 林冠倫 林一輝還有CVULA 牽制對方的進去之後 你把球傳導到外圍的時候 其實他這四名拳都... 一波四比零的進攻 蘇毅潔 利用掩護之後 這是一個終點的控感 當然這樣的一個防守 會把你的防守的區域的 市民拳都拉到外圍 那當然在一對一的防守 就只能讓賈西亞去面對布拉 大腳的轉移交給羅玉群 外先跳投出手 必須要跳出來得分了 No pose 再交給大圓 中心連的空檔機會把握 球再跳給布拉 哇 太容易 現在讓整個達星隊的進攻 進攻突然打得太輕鬆了 有理有外 甚至在籃下的時候 是非常輕鬆的把球可以通到布拉了 大者的轉移 外圍是一個wide open 在把握住他們的防守籃板 余淳安外線跳投出手 距 余淳安 蘇伊捷遠距離跳投出手 轉移出來回給加西亞 加西亞切入這個球爆扣 對 所以你必須在這個情況下 你當然必須要有效地掌握 在把握你自己本身的命中力 庫拉轉身 卡開一個空間 自投自搶 雙手爆扣 但球掉了 庫拉還沒回來 庫拉灌籃得分 馬斯亞再拿籃板球 再進 辦法把球送進籃框 在外圍的松距離跳投得分 陳佑許 又是一個完全的大空檔 出手 距 有一個外線投射 甚至也切入 比較強勢的一個打法 張博勝 被他外圍是陳順祥的三分球 庫拉又是黏進去 有機會 球會給 張博勝 帶不能跳投出手 外圍跳投出手 距離 他跳起來就是把球 下壓到賈西亞這個位置 同時也製造達西亞的反對 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三過的防守 算是非常的沉重 很聰明的 自投自搶 往前 再回給高西亞 高西亞 球再轉移出來 回給郭紹杰 外圍的三分球 所以謝忠龍在大學時期 是效力的台灣科技大學 他的底線 外圍是拉瓦的空檔 出手沒進 籃下不進 就在李維哲手上 維哲切入的拋頭 拉板得分 達西亞現在面對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得分點 現在還是完全 跟李維哲 切入收球 上籃 出手進 布拉 低姿勢 給他中間 沒有人看守了 這也逼中最高的一個進攻方式 李維哲急停 鍾志黎出手不進 布拉拿下進攻籃板 李維 沒有布拉的掩護 掌握個鍾志黎的跳投得分 比賽還有三分半鐘 要告一段落 外圍的三分球均勻 最高的一個方式 因為綜藝來講 那一隊直接 賺到兩分 那同時咧 八四對七七 接到心臟地帶的上籃 二十五秒 這麼進攻要快 而且要進才行 可惜啊 那我們看布拉現在得到三十六分 我們看這兩隊 在進去的得分 達星四十二分 韋傑 韋傑 重點 韋傑 加油 韋傑 韋傑 韋傑